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新一季成员的消息也是众说纷纭 近日网上爆出新一季的名单 称陆寒和郑凯将要离队 这一季陆寒与迪丽热巴组成的陆地couple 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只是没想到随着节目的结束 陆寒公布了与关晓彤的恋情 而为了弥补陆寒和郑凯退出带来的遗憾 节目组将会邀请到黄子涛和朱亚文作为顶替 而物理涛涛将会与跑男中的唯一单身女 迪丽热巴组成全新的couple 虽然消息还有待确认 不过如果热巴和黄子涛能来电 你是会反对还是支持呢 赵本山的女儿乔乔自从当上网络主播后就风波不断 当然被质疑最多的就是他是否整容 球球小时候和现在对比差别很大 网拍图跟自拍差别也很大 11月9日有网友爆料 球球在直播时被追问整过容美 他直接回应 看我爹就知道了呀 微调 球球还说对比我爸你们看不出来呀 此前赵本山曾在他的直播间出现过 当天打赏的金额很高 看来赵本山对球球当主播并不反对 也曾透露过希望他好好唱歌就好 看到球球如此坦率 网友也纷纷选择赞他 他三观还是很正的 说的都是实话啊 整容又不是稀罕事 我赚钱了也去整 说你整容了吗 肯定微调了呀 你对比我跟我爸你们看不出来呀 但没动刀 看精子和杨子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门 俩人在亲爱的客栈里重逢 一起爆料了不少校园去世 当两人聊起上北电的原因 都不约而同回答了一个人名 赵薇 看精子回忆起当年报考学校时 别人问及要是都考上了 要学哪个学校时 他就直双叹言 当然是北电啊 小师妹杨子则在旁边默契回答 因为有赵薇 看来前辈赵薇的魅力 成功掳获了两位资深迷妹的心 也让他们顺利走上了演艺之路 说起校园往事当然少不了的 就是讨论当年学校里 校草校花级的风云人物了 看精子赞扬杨子虽然是同性出身 但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口碑特别好 也不装 很尊敬大家 特别出名 对此杨子也是礼上往来 夸师姐看精子 你真是特别好看 看精子则自前表示 我不算好看的 我们班郑爽长得比较好看 因为郑爽是全班年纪最小的 所以就和看精子一个班 两人不只是同班还是室友 关系也是十分的好 最近鼓励那扎通过微博 晒出了享受超大披萨的照片 并称五个人吃完一个巨型双篇披萨 实力演绎吃货本色 照片中 那扎一头奇耳短发 身穿白色上衣 一手脱塞 双眼盯着面前的超大披萨 各种卖萌半无辜 样子十分俏皮可爱 面对着这个巨大的披萨 那扎还拿起叉子做嘟嘴状 爆炸军我看了都觉得好心动 这条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 我知道你想说 你的脸没有披萨大 天哪 看到我也好想吃披萨 好萌的那扎 怎么吃都吃不胖 就是这么任性 混纷 你 红 逼 你 红 你 红 逼 你 红 你 红 逼 你 红 你 红 逼 逼 你 红 你 红 不行 你 红 你 说是应该的 你怎么可能比他红 谢谢 谢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继续不见不散吧